浓眉大眼的苹果公司又在摸着支付宝过河了 顺便又狠狠地捅了美国银行业一刀 最近苹果公司不是宣布跟高盛合作吗 它要推出一个收益率高达4.15%的储蓄账户 这个收益不光比美国的平均的活期收益水平高 而且比咱们的储蓄利率或者是余额保零钱通之类的要高出一倍 存一个小目标进去一年光利息就415万 而且因为有着高盛这样的大行存在 这个存款的安全性也会相对的更有保障 要说起来苹果是诚心想把咱们的支付宝给摸凸的节奏吗 这个操作跟当年的余额保简直一模一样啊 收益高还很灵活 也没有什么最低存款或者是余额的要求 转账也不用收手续费 这么多优点那你说你普通银行还怎么顶得住啊 前段时间那些银行们才刚刚经历了一轮生死节 存款在大量的流失 而在这个时候呢苹果又不讲武德 趁你病要你命 在背后又来上了一刀 这个事呢也不排除 库克是不是看了马老师那句口号之后产生的灵感呢 不过呢这个事对咱们来说 现在还只能看看热闹 因为苹果公司对这个业务是做了限制的 仅仅只适用于美国符合条件的申请人 需要通过信用审批 但我们都知道苹果是一家科技含量非常高的公司 赚钱能力又强 市值长期全球第一 它怎么也非要来搞金融呢 而且它现在给这么高的利息 能赚钱吗 首先啊确实我们知道苹果是很赚钱的 但是它也有危机感 因为苹果的主营业务已经有进入到平静期的迹象了 这些年呢由于软件层面没有出现革命性的变化 导致全球的智能手机出货量都在下滑 因为硬件性能再强 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了 所以呢你没发现吗 很多人原来是一年换一次手机 现在变成N年一换了 还有人开玩笑说 我的iPhone7还能再坚持两年 那么在整个手机市场缩水的同时呢 苹果自身的份额也在下降 一季度刚刚出来的数据显示啊 三星已经成了市场份额的number one了 而苹果成了老二 而这呢还是在华为退出了相当一部分高端市场的情况下发生的 所以说呢苹果现在也在寻找新的业绩增长曲线 之前不是搞汽车吗 但是进展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快 那既然现在都已经摸了咱们的石头了 就学着阿里腾讯们进军互联网金融就成了很自然的选择了 而且这个互联网金融确实是好赚钱的 同样是造手机的小米 去年近月是85亿 但是它的消费金融业务半年就赚了一个多亿 而小米金融在这个行业内可能只能算得上是三流 它的盈利能力比起阿里腾讯来差得太远了 而苹果要是入这个局的话 在美国那边直接就是龙头的位置 而且呢不得不说啊 苹果入局的这个时间也很巧妙 刚好呢就是在美国加息周期的尾巴上 它才能给得出让人无法拒绝的利率 大幅的提高吸引用户的效率 那等到以后这个降息周期一旦来临 它已经把用户都给圈住了 随着未来利息慢慢的变低 日子不就越来越舒服了吗 看起来科技的镜头也是金融呢 美国有点绷不住了 9号韩国官方透露说 美国已经决定将无限期豁免三星电子 跟SK海力士向他们在华的工厂 提供半导体设备 无需其他的许可 这啥意思呢 简单说就是 本来美国是想牺牲一下 三星海力士的一些利益 一起困死咱们的芯片产业 结果发现此路不通 现在就只好给小弟们松绑了 请他们加入竞争 好帮忙削弱咱们国产替代的发展 其实几个月前就有过传言 说美国可能会放松对他们的管制 但一直没有官宣 现如今看来 很可能又是华为帮美国下了这个决心 之前美国为了卡死咱们的发展空间 下手的最狠 火力最猛的就是芯片领域 先是他自己不给咱们出口高端芯片和相关的设备了 接着呢 还不让其他使用了美国技术的企业 给咱们代工芯片 以及出口设备 这个事呢不光是中国台湾的台积电呢 荷兰的阿斯美尔等等企业受到了限制 就连三星 SK海力士这种 在华是有大量工厂的韩国企业 都不可以把相关的设备运到中国来给它自己的工厂用 也就是说连看都不让咱们看一眼 可是呢 三星跟海力士在中国都是有海量投资的 三星在西安是有晶圆厂 在苏州也有半导体封装厂 仅仅在西安 三星就砸了330亿美元 SK海力士在中国也设有多家工厂 其中呢 为无锡的晶圆厂产能是最大的 生产的DRAM产品占到该公司总产量的接近一半 遇上老美的管制之后 估计这两家企业也是有苦说不出 根据三星电子的财报 2022年上海三星半导体的营收比上一年少了三分之一 西安的三星半导体的净利润暴跌了63% 海力士更惨了 营收算只降了四分之一 但利润是巨亏了4600亿韩元 如果说亏钱只是暂时的那也好说嘛 大哥的野心很大 小弟们可以理解 忍一下 先苦后甜 后续还能再赚怀的话也可以 但问题是后续很可能没有机会了呀 就拿海力士最擅长的存储芯片领域来说好了 在美国的死经封杀下 咱们自己的企业长江存储长星存储等等 做出来的产品最重要的技术指标堆叠层数 居然比海力士的海药更加先进 价格还更加便宜 所以现在情况就是 美国虽然依然在封杀咱们的芯片产业 但由于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 如果还要继续捆住三星海力士的手脚 不让他们更新在华的工厂设备就没有理由了 索性的放松管制 希望让三星海力士的竞争来削弱咱们国产替代的发展 但是毕竟任何事物都可能会有两面性 哪怕是三星海力士的工厂 也总还是需要上下游配套的 这也可能会间接的提升咱们在这个领域里面的实力 而且只要技术突破了 中国的企业什么时候怕过竞争呢 硬花税降了 两亿股民苦等了一个月的重磅利好终于落地了 这样的硬花税影响会有多大呢 咱们可以说 这样硬花税应该是短期建销最快的王榨手段了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 整个市场的利好还需要后面陆续的完善各项制度 比如说衍生品 T0 做空机制 提高融资和再融资的审核 严格退市 造假处罚等等 那么接下来周一会怎么走呢 反正上上次下调硬花税之后大盘涨停 上一次下调硬花税大盘也是涨停 而这次呢 大概率也会是一波暴涨 但是效果就未必有前两次那么强了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同样是减半 但这次降的金额要少一些 上一次呢是由双边千分之一改为单边千分之一 每成交一百万能够少收一千块 而这次呢是由单边千分之一降为单边万分之五 大概每成交一百万少收五百元 但即便是这样 每年仍然能够给A股降低一千多亿的交易成本 能够实质性的活跃资本市场 那么这次降税之后 会不会迎来咱们A股的大底部呢 这个还真的是不一定 因为从历次的降税来看 市场在经过反弹之后 又会再一次的下探找到一个市场底 这一次呢同样会存在着这个概率 但是没有关系 就算不能直接造就大底 也能够通过猛烈的反弹 降低整体下跌的速度 为市场底的形成创造条件 从长期来看呢 也能够提高市场的活跃度 对于整个市场 尤其是券商来说 都是长期的利好 所以说现在得恭喜那些仍然有仓位的朋友们了 虽然说之前一段时间很煎熬 虽然说还是无法判断能否直接筑底 但经过这一次的突发利好之后 现在还有仓位的朋友们 已经掌握了仓位管理策略的主动权了 又是四千多家公司下跌 真的受够了吧 说A股常年三千点都在夸他了 现在连上了三千点都难 这两年要不是四大行和两桶流撑着 可能都跌破两千五了呀 今天呢我就非得来盘点一下 造成A股长期委迷的七宗罪 第一罪虚荣 背后呢是底层资产的质量不高 市值万一的公司 全部都是以金融为主的大国企 高利润高市值的科技消费公司 是一家都没有 这两年你别看上证看着只跌了两百点 好像还算稳定 但如果抛开这些大项的话 大多数股票是惨不忍睹的 第二罪懒惰 那么多的问题 拖到这两年才开始解决 散户遭到了长时间不对等的博弈 还有很多的优秀公司 因为设计漏洞 只能选择到海外去上市 就让A股又错失了很多优质的资产 第三罪暴食 市场就像个皮胸 很多年都光吃不拉呀 IPO源源不断退市却寥寥无几 资金与资产长期的供需失衡 第四罪 贪婪 很多股东上市就是为了卖公司 毫无节制的减持收割 买不完 根本买不完 第五罪 嫉妒 市场表现长期不佳 于是大量的投资者 眼红海外牛市 抛弃A股 选择其他市场 造成大量的活跃资金的流失 第六罪 色欲 多空机制的不平衡 造成了一些力量 是肆无忌惮的侵犯散户 先做空再掏空 裤衩都不留下一个 还有第七罪就是愤怒 就像现在的我 愤怒无罪 骂人有理 如果明天再跌 我继续骂 前晚道歉 昨天离职 果然秒批 徐静作为大厂公关副总裁 亲自下场做IP 仅仅几天时间内呢 就从爆火到他房 再到离职 在那个让他爆火的视频中 他批评一位连续出差了 50天的女下属说 我比你大十几二十岁 我没有说累 我还有两个孩子 我没觉得苦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 你老公受不了了 需要你回去 你要回去就回去 以后生殖掌心的时候 不要来找我 这话呢 除了语气的霸气侧漏之外 其实也透露出了 他的思维方式 他不在乎的 别人就不应该在乎 比如说家庭和亲人 而他在乎的 别人也应该在乎 比如生殖和加薪 被惊弱的网友们 就教育这个副总裁说 你只是级别比人家高 你无权决定 别人在乎什么 随后呢 网友爆出说 在这个副总裁上任之后 某度的公关部离职了很多人 或许真的是对很多人来说 不管给再高的薪水和职位 也不能买走我的全部啊 当然了 网友中也有不少人是支持取静的 说他的话没毛病 看似无情 句句在理 的确啊 他的那句颜色激烈的话 我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庭 我也不是他的婆婆 我要考虑的是 他能不能给我交付结果 我们的关系就是雇佣关系 这句话确实都是事实 虽然我相信 徐静在写道歉信的时候 心里应该或多或少都会感觉到委屈 作为高管 维护结的利益 把工作做好 难道有错吗 但问题是 完全没有人行为的雇佣关系 真的能够让企业受益吗 所有人都知道河南的胖东来 员工每年休假140天 每周二B店让员工陪家人 员工受了顾客的委屈 还可以领大几千的委屈奖 连保洁都是拿着高薪的 结果呢 去年净利润1.4亿 超过了永辉和大润发之河 而在徐静这一番高调对企业秀恩爱 对员工疯狂输出之后 确实的人们潜意识认为 他所在的那家企业都是这个风格 对企业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产生质疑 而徐静的那句 可以辞职啊 我秒批 现在似乎成为了对他自己最大的讽刺 不过呢 话说回来 为什么徐静能够一路开挂 从一个记者进入到多家大厂 担任药职 拿到千万年薪呢 他身上的那股子狼性 很有可能就是他走到今天的护身符 根据最新统计 中国人人均年度劳动工时 2548小时 世界排名第一 在不少的打工人已经被卷到 几乎没有给自己和家庭留下太多空间的时候 徐静的这句 可以辞职啊 我秒批 或许真的是让不少打工人破防的呀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 对任何组织而言 伟大的关键在于寻找人的潜能 并且花时间开发潜能 而只有恢复对人的尊重 才能真正把人的才能释放出来 他们不是员工 他们是人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呀 这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二 本来相安无事 大家一样拉垮 可是呢 居然现在倒数第二开始偷偷的奋发图强了 人家都不屑于跟倒数第一玩了 这说的是谁呢 港股跟A股 最近A股连跌五天呢 哪怕国家对进场大力抄底都留不住3000点的身影 但港股却走出了独立行情 甚至有的板块里面的股票是动不动大涨百分之几十 这是发生什么了呢 比如说昨天港股美的置业突然暴涨70% 今天还上涨了接近4% 原因是他大股东美的集团决定要把房地产业务给剥离出去 之后这块业务呢就由私人公司全权持有 那股东怎么办呢 给了现金选择权 简单来说呢 就是你可以选择继续持有私人公司的股份 分享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红利 也可以选择拿钱走人 而大股东开出的收购价是5块9港元 但你要知道哈 这股票前一天的收盘价只有3.75港元 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 这个大股东真的是很够意思了呀 他给了投资者充分的选择权 你可以走也可以留 就算你想走没关系 大股东给的价格非常有诚意 溢价了57.33%呢 而这种事情在港股绝对不是个案 今天呢 刘燃雄旗下的华人之业 也是突然飙涨了接近40% 收盘涨了28% 创了半年多来的新高 原因是刘燃雄之前也承诺过 要把公司私有化退市 正好呢 上周有一笔疑似刘燃雄持有的股份 发生了一些变动 那市场就猜 很可能是刘而百要开干了呀 所以股价就大涨 此外呢 复兴旗下的医药股富红汉林富牌 也大涨了接近20% 原因也是私有化 给出的价格比之前的股价高了30% 我们知道港股这年确实是跌得很惨 甚至还被人叫做是粪坑 但其实呢 里面有很多公司的经营业绩还是可以的 每年也是有利润的 并且还会给你分红 只是因为它整个市场流动性不行 导致股价伪移不振 只有账面竞产的几分之一 甚至有的公司的市值都不如账面上的现金多 那理论上来说 这样的公司你继续留在市场上也没有意思啊 反正也没有办法融资 那作为上市公司 每年还要额外付出什么审计信息披露 还有这个监管的成本 索性还不如退市呢 但是具体的操作上 肯定会有些小股东会反对 因为有的人是买在高位上的 你要是继续留在市场中 至少还能有回本的希望 一旦私有化退市 那游戏不就结束了吗 可能我账面亏损 就会变成真实的割肉了 所以港股的私有化通常就会以溢价的方式 适当的补偿小股东 今年以来呢 港股已经发生了多起这种私有化的案例 像年初的时候 李宁也抱着过有私有化的想法 还有像中级车辆 中国中药等等都发了公告 说有类似的操作 邦案一公告之后 股价都迎来了大涨 而这些公司的共同的特点就是 公司经营其实还可以 兜里面也有现金 而股价又跌到惨不忍睹 所以干脆选择私有化算了 而相比之下 咱们A股主动私有化的案例就非常的罕见了 就算有动机亡位也不纯 给的价格诚意也不够 比如说像金